两兄弟因父亲去世 回家奔丧 结果在路上吵了起来 吵着吵着 他们撞到了人 下车后一阵搜寻 然后注意在草丛里 发现一个子姨女子 两人赶紧跟她抬上车 很快就得了 含句必备的元素之一 失忆 不但什么都不记得 还经常傻笑 弟弟觉得很紧张 他们不会把人撞傻了吧 罗拉让他们找个地方 放下自己 说在村里逛一圈 可能就会响起来 大哥觉得过意不去 临走前给了自己的名片 让他有事就来找自己 兄弟俩回到老家 想起了当年母亲去世的场景 他们出生在 李树繁多的大家族 母亲为这个家 辛苦操劳一辈子 可就连去世 都没人通知他们 大哥觉得 父亲是舍不得花钱 才没送母亲去医院 抓起沙子 就往他身上撒 这下惹怒了家族长辈 一群人打了起来 从那之后 兄弟俩再没回来过 直到这次父亲逝世 一到家 亲戚就要两人穿着校服 兄弟俩互相推脱 就是不穿 长辈机里呱拉 说了一大堆大道理 两人是连听都听不懂 统统当作耳边方 一出门 大哥就盯上了家里的匾额 这块传承百年的匾额 应该能还不少钱吧 此次回家 兄弟俩各怀鬼胎 都不是单纯的 为了奔丧而来 事情还要从很久之前说起 传闻战乱时期 有个爱国青年 捐出一对祖传金佛 不料搬运时遇上敌人 价值百亿的金佛 从此下落不明 大哥从小就有个寻宝梦 为了购买金属探测仪 欠下了一屁股债 这次回来 是想偷家里的文物变卖 结果算贩打漏了 这些东西不是没市场 就是赝品 还有些是父辈留下的日记 好处没聊到 反被长辈骂了一顿 而弟弟在建筑公司上班 最近负责的工程 刚好通过老家 此次前来 是为了说服长辈签协议书的 双方各有各的小九九 晚上两人坐在一起吐槽 大哥这些年买仪器 欠下了不少债务 甚至把弟弟的结婚资金拿走 害得弟弟被退婚 还把这事忘了个精光 这时有人打了电话 原来是白天撞到的罗拉 他要求两人对他负责 弟弟生怕被讹 让他去医院检查一下 罗拉生起气来 一时间狂风大作 电闪雷鸣 吓得兄弟俩还以为闹鬼了 原来是个道士在做法 大哥出门散心 不料再次偶遇罗拉 大晚上不但撑着把伞 还让大哥陪他荡秋千 罗拉告诉他 传说的金佛就藏在这片土地 于是大哥第二天就一反常态 穿上校服装起了大孝子 趁机到屋内搜寻金佛的线索 而这边出门的弟弟也遇到了罗拉 再次欢快荡起了鞦韆 弟弟心想这人没转之前 应该就是个傻子 他带罗拉出门兜风 罗拉说这里的人都很单纯 如果想签协议书就要讨好他们 一语点醒梦中人 他回家拿出祖谱 硬生生将祖宗十八代贝勒下来 还穿着校服隆重登场 大哥一看 好小子 你这是要窜我的位呀 没想到他脱口就说出了长辈们的渊源 在葬礼上更是哭得比谁都大声 协议书自然也是水到渠成 在他忙着孝敬长辈时 大哥也没闲着 拿着金属探测仪四处检测 生怕错过了报复的机会 有人问起就说自己在割草 只是 他带人四处搜寻 终于在草坪后发现了一只铁罐 可打开一看都是玩具 接着又在屋下找到一个炉子 但里面只有一台旧手机 看着这手机 大哥想起了从前的事情 母亲是家族里的宗父 平日为家族劳神费心 但准备长辈喝池做得不好 为了缓解他的压力 他特地买了手机 叫母亲点外卖减轻负担 隔天他发现弟弟藏起来的协议书 道路一旦开始施工 就不能找金佛了 这事要是被他知道 肯定要和自己分钱的 结果蹲在墙角的弟弟听了个干净 两兄弟争执起来 大哥单方面暴揍弟弟 罗拉再次出现 弟弟质问他的身份 罗拉说他是父亲的同居对象 什么 同居对象 我妈过世前还是过世后 结果罗拉没说完就摔倒了 大哥一摸 好家伙 没卖搏了 赶紧用草席一家人盖了起来 恰好家里长辈抓到小偷 这个臭豆是神出鬼没的 屋里屋外的洞肯定是他挖的 听到这里 大哥有点心虚 警察想找偷东西的证据 结果找到了兄弟俩盖起来的草棋 两人紧张的不行 结果里面只有件衣服 奇怪 人去哪了 一群人吵吵闹闹的出门 罗拉若无其事的走了进来 他们拖着人赶紧跑路 长辈问他们在干嘛 在服人啊 哪有人啊 原来除了他们没人能看见罗拉 难道是见鬼了吗 弟弟突然发现他们有影子 众人吓得大喊有鬼 罗拉像被刺激了一般大叫出声 煞世间狂风大作 等他们反应过来时 人已经不见了 和尚的身份也暴露了 原来他才是家族里真正的宗孙 不想被规矩繁多的家族束缚 才在冲动之下离家出走 作为代替 家族受养了兄弟俩的父亲 作为宗孙继承血脉 两人一听心里不平衡了 母亲辛辛苦苦操了那么久 到头来父亲只是个养子 大哥一气之下 扔掉父亲的兰花 带着扁鹅跑路 结果路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见罗拉 一紧张就撞上路障出了车祸 赶来的弟弟带着警察 将他抓了回去 面对长辈 一顿痛骂自然是少不了的 骂着骂着大哥来气了 自己的母亲为了家族做了那么多 病了 居然儿子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他又做错了什么 气得长辈大骂不孝子 与此同时 弟弟也收起了协议书 让快递小哥送回公司 两兄弟坐在一起 难得和睦地说起了这些年的经历 他们都不明白怎么会闹成这样 父亲当初是怎么想的 现在也没人知道了 弟弟在房间发现了旧手机 哥哥则将偷走的东西还到了库房 他不经意瞥了一眼 发现这是父亲的日记 原来母亲早就患上老年痴呆 因为这是绝症 家乡不想让丈夫受家族指点 他不肯去医院 也不让他告诉儿子 并越拖越严重 他把儿子的玩具埋了起来 连丈夫的名字都忘了 丈夫告诉他 他们有两个孩子 一个梦想多 一个很聪明 妻子去世后 他不想让儿子像自己一样 一辈子被家族困在这里 并将亲死的号码 当做儿子的给了长辈 而那部怎么也拨不通的手机 被他藏到了地底下 面对儿子们的咄骂 他什么也没说 只想他们远远地离开这里 过上随心所欲的生活 大哥看着泪流满面 弟弟也在这时找上了他 那部手机有着一家人的合照 原来罗拉就是年轻时的母亲 两人漫山遍野地寻找罗拉 可都找不到她的身影 大哥说 如果这片土地被开发 母亲就再也不能当秋千了 两人一路赶回公司 想抢走协议书 结果引发公司大混乱 协议书没拿回来 两人狼狈地赶回下葬现场 旁边墓堆多了一个洞 有人说这是宗妇 想来送一送丈夫 两人将照片放在父亲的墓碑上 他为孩子付出了一切 孩子们却错过了他一辈子 觉得这时罗拉出现了 看着眼前深爱的男子 他终于想起了自己的身份 两人初见时的场景 他送给自己的那把伞 一起在秋千下度过的美好时光 都是那么令人难忘 大哥将母亲喜欢的兰花 埋在山上 发现了漫山遍野的兰花 这是父亲留下的遗产 也是濒临灭绝的保护植物 大哥靠兰花还清了债务 土地也避免了被开发的命运 两兄弟在秋千前打打闹闹 失去的心情又重新修复起来 他们并不知道 一路苦苦寻找的金佛 其实就在秋千之下 本片用搞笑的手段 讽刺了封建李叔的压迫 价值连城的金佛 也暗含兄弟俩的情意 对有些人来说 亲情才是无价之宝 平时在外工作的时候 千万别忘记回家看看父母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兄弟 我们下期见